好啦 各位朋友 相信很多人都在夢想就是靠賭國發大財 所以我們就請個藝人參加 來跟大家說 年輕的時候是怎麼搶牌的 請他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六合財 六合財我們就是 依據雄港人 他開中的那個號碼下來 這個依據會搶 有兩仙 三仙 四仙 如果搶三個賣 你如果三幾賣幾賣就得到三仙 那如果搶兩仙 三幾賣就得到兩仙 那六合財裡面整兩仙 那你搶三賣就得到兩仙 你搶三賣就得到兩仙 就得到一方 好 各位朋友 其實剛剛那一段主要意思就是 賭博是一種很玄妙的東西 我會聽不懂 所以賭博為什麼叫賭博 第二個是博嘛 你要博學才能賭嘛 好 我們再請我爸的問題很重要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一個賭博勝率提高密技 這很厲害喔 大家要做一聽 我以前晚上回來就是 都在玩牌 看什麼號碼開完以後會再開什麼 這樣再去算 這支開一二 後期它是開一個零三 你還要一直抽 如果開到一二 後期又跳零三 你月初開 這支開零四零五 後期它會打到零六 你聽到嗎 這樣嗎 就開零三 直接雞 跟一隻狗 這樣而已 這樣還在裡面就有四盒 那雞就是零 它是零 那狗 那狗就零九 那兩盒 1909 還在左邊 就九零 還在九一這樣 有時候用那些 香菇或是米粉 用芳和菇和菇和平平 放在 不用說什麼 放在我們家的生命大 都在牠們 抬著抬著 燈頭 那野香 我們敗一敗 叫我們 補一敗 那些 他在那裡包了 有 每個人都有 妳昨天地管 大家也有 再來有的 棟棋 人家的生命堂有的 棋棋棋 棋棋棋是在那裡的 目前 用我們的棺棋棋 講盤 你看 台盛好在賣人 去賣人做賺客 那時候 如果真的很興奮就在那裡 起來在講得很準 很準 所以方向有三個啦 第一個 求神 第二個 靠林蘭 第三個 靠算牌 我爸爸掌握出三種秘跡 所以要問一個很重要的 那到底是賺多少 死到很輕鬆 做工錢 等我槍也槍也槍也補挡 那我不贏 各位朋友 我今天真的是勸勢 為什麼賭博那麼好玩 其實他就會給你這種錯覺 好像你可以 有辦法贏 你可以根據你的聰明才智 讓機率提高 可是那其實是一個錯覺 就是 搖開很容易 搖鞋沒了事 乾脆去做工 可是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來請我幫我分享一下 他玩股票是不是 我就現在 要搖鞋的人很奇怪 都改不了 到這裡跟六個菜不在爽 現在什麼也算搖鞋 看你去就買 那你去就買 各位朋友 我們是要分享密切 哪個老師的話可以聽 一般的老師都不聽 他們都只在做分析而已 講一講 都沒有在付出你們 參六個菜一樣 會忘記的幫你報名牌 所以還是一樣不好 各位朋友我來翻譯一下 就是 與其聽老師講話 你不如自己做夢比較快 所以 結論還是沒賺錢的 我們在做工的錢 我們賺到會掉 因為當時修理我這個 在用什麼錢都有一個案子 那最安全的就對了 我爸是用他的一生 來領悟這件事 可是假如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不用 你一開始就不要簽 好好去工作 然後簽在 對不對 我這樣 或是在家裡 或是 過去來做工具 我的環境 稍微改善 就是做工具最好 我爸搶得非常好 然後最後再問我爸的問題 所以各位朋友 這故事告訴我們 有現在勸勢的時候 要勸一勸 自己還是繼續買 為美國人 今晚他們沒有 快點 讓我們ktion歧 你買不到